诗篇第79篇 神啊 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把你仆人的尸首 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 无人葬埋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 成为我们视为人的吃笑鸡翅 耶和华啊 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 你的愤恨要如火浑烧吗 愿你将你的愤怒 到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 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 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向我们追逃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以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 生你仆人流血的冤 愿被求之人的叹息 达到你面前 愿你按你的大能力 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主啊愿你将我们临邦所修入你的修入 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 这样你的名 你草场的羊 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要述说赞美你的话 直到万代